HELLO 大家好,我是Agnes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2022年我最愛的好物分享 第一件要跟大家分享我2022年最愛的好物就是這個 就是Prada Re-Edition 2005系列的迷式mini bag 其實之前一直都新CC很想買 原因很簡單,是因為它容易打理 它其實是一個尼蒙眼的質地 因為本身我是一個不太疼的袋子的人 有多少錢的袋子,我都是隨便放,隨便放,或是收拾一二遍 重點是我還很喜歡用一些淺色的袋子 所以其實很多袋子都是比我用到又橙又舊,而且比較髒 去到什麼時候我想買這個袋子 就是早了幾個月去北歐旅行的時候 就走一走,不知道為什麼進去專門店 看到它其實是很齊色的,所以就馬上試了上身 其實是漂亮得不得點 所以其實那時候也沒有考慮太多,我就已經買了 用了一段時間之後 其實發現這個袋子是非常容易打理之外 很髒了,其實輕輕抹一抹就已經很好了 而且它就不是皮革的質地 相對是可以收到比較多的東西 因為如果是用皮,或者是很貴的皮 你知道其實袋子是很硬的 所以其實很多東西都未必放不到 就算你真的放到,你收到那麼滿 其實袋子型都是會變的 總之就是比較麻煩一點 但是這個袋子就沒有這個問題 基本上你常用的東西都是可以放得下去的 因為我今天最愛用的這個袋子 所以你看到也是十分小的東西 就可以放到銀包,紙巾,然後這一封 鎖匙,唇膏,還有一些眼線筆 還有一堆不知在哪裡來的單 其實這個袋子就算是屬於mini系列 比起一般的小袋子來說 它絕對是穿得上十分大的 都會足夠 除此之外,袋子是輕鬆的 我很怕袋子會很重 因為我真的很怕會背到50件 而且這個袋子上鞋也可以 手腕也可以 而且它的質地可以搭到很多的造型 Casual一點的牛仔褲 T恤其實沒問題 斯文一點的OL look 總之就是超級搭配 不會怕很難搭配 而且這個系列還有其他型顏色 除了這個顏色之外 還有黑色,粉紅色,紫色,灰色 這個袋子在香港專門店賣 10300元 那時候在歐洲退鎖稅後 大概是7000多元左右 是十分十分之低 而且這些袋子我相信有排用了 應該都可以用得很快點 第二樣我要分享的就是電動牙刷 這個 咦?咦? 放在這裡 電動牙刷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刷牙這個習慣 不是 是有沒有用電動牙刷這個習慣 大約是幾個月前就開始用 突然之間有普通牙刷變成電動牙刷 主要是有一天我照鏡 照到我的大牙扁很旺 而且我就用舌頭去舔下去 感覺到我的牙刷好像有沉默 不知道明白我說什麼 總之就好像刷得不乾淨 有一層東西在牙上 你也知道一般牙刷骨的刷頭是比較大 所以深入一點的牙刷 和大牙的位置其實是比較難刷到的 而且很容易會刷到流血 不知道是我的問題 還是大家也有這個問題 因為我經常都比較用力去刷牙 經常都覺得好像越刷得大力 就越乾淨 所以種種的原因 就能到我開始留意這個電動牙刷 最後就是選了這個Philips的Diamond Clean 我跟他說其實用完它真的不能回頭 我第一次用的時候 感覺到牙刷用完之後 已經乾淨了很多牙刷 不是牙刷面頭 不知道什麼鬼髒的毛 毛了 然後用舌頭的牙刷的時候 感覺到很乾淨 明顯是會看到白淨了 然後深入一點牙的位置 其實都是可以刷到的 而且它是有力度給你選的 其實不用擔心會刷傷牙 其實你的手指要輕輕地綁住 牙刷 其實由它刷就可以了 Diamond Cleaner這款 就是可以選擇模式和教力度的 它有深層清潔 有深層清潔 美白 清理胎等等 不過我自己基本上用深層清潔 這個deep clean 其實就已經足夠了 你看到它閃閃閃閃 沒有差點 而且這個顏色我很喜歡 它是一個淡淡的粉紅色 然後磨砂質地 還有它另外有一個旅行裝備 即是旅行的盒子 你可以把自己的顏色放進去 它就在後面有個充電 是否很方便 我第一次拿這個牙刷出來用的時候 是有一點點黑人問號 因為我不懂怎樣充電 最後上網看清楚之後才發現 其實都蠻簡單的 就是我那時候是它這樣分開給我 然後我就想怎樣充電 然後我試試這樣放 看到嗎 然後我就試試這樣放 我擺也擺不到 真的擺不到 那時候我就想想 會不會有什麼力 然後就掉了很多次 總之我弄了一段時間 然後就上網看了 然後原來 原來 就這樣放下去 然後這樣放 在這裡插個電鍵 然後就充電了 真是長知識 但他們要出電子 電動牙刷 我覺得它最麻煩就是要充電 你看到它現在這個位置 看到閃閃閃閃閃燈 其實就是它需要充電 又一個星期左右沒有電 它都會閃的 那次 早一兩星期 在家裡就發現 它開出來真的沒有電 然後我就說有手動 因為我家裡沒有其他的牙刷 那我就說有手動 當它一般牙刷 這樣插 所以你看到那些插頭的毛 已經插了 但是很久如是者 第二天我發現 我昨晚也是忘記了插電 這個床環呢 持續了幾天 所以對於一個沒什麼記性的人 來說 其實這件事有點不方便 但是 其實都是我自己的問題 但是 假如它真的利多於幣 所以其實我也是敬注這個牙刷 只要我記得插電 那它這一款的價錢 好像是1500元左右 那它的刷頭就 兩至三星期 根本一次 它刷頭好像是幾十元左右 那我覺得應該都可以用了很久 因為你除了開門 也是很便宜的 那三樣呢 就是口罩 那就是這個 Protector這個口罩 那這款口罩 其實基本上是每一天都必用的 因為其實它戴得很舒服 而且很漂亮 我之前戴過很多不同的口罩 那它都是比較焗一點 而且它會令到皮膚氣勢粒粒 那出色油這些位置 其實毛孔又大了 那就很不漂亮 那這款口罩呢 我覺得它是很透氣之餘 它的包裝其實都已經超漂亮 那這些外貌協會 口罩呢 其實是透氣之餘 也都它做到瘦臉的效果 那你知道 女生的臉是比較細一點 那這款其實它絕對適合尺寸 因為以前正常的口罩 尺寸的口罩呢 它是旁邊都是流了一條縫出來 那其實不是擔心有沒有菌 是真的會插到臉很大 而且一看就知道 低了很大的口罩 完全不適合尺寸 那它的顏色很吸引 那一個盒是有兩個顏色的 那全部的顏色 都是比較柔和一點 它雖然是粉色 那它也是一種很軟的粉色 它不是那種鮮紅色 或者很誇張的桃紅那種 那相對來說是比較容易襯衣 而且戴完好像有一點點溫柔 那樣 不過這個溫柔一點就見仁見智 那顏色方面呢 除了粉色之外 它還有黑色、白色、綠色、藍色 等等的顏色可以選 那平時我就是在萬寧買的 那它98塊就有30個 而且它是Level 3 我覺得它的缺點就是 有一點點貴 剛才說的98塊是30個 那我覺得它真的漂亮 而且戴得舒服的 所以要貴一點也是要買的 那之後呢 第四樣要介紹就是這個 變色的唇膏 它有個牌子 好像是叫Lip Eyes 這支唇膏是我早派在泰國買的 其實很多年前 很久之前都已經用了一款 類似是泰國出產的變色唇膏 但是那款呢 其實就是 還好意思 很累 它就比較乾身一點點 不過這次呢 就去泰國市場走 然後就發現了這個意外驚喜 因為我本身不太喜歡塗鮮色的唇膏 因為我又不是經常化妝的 所以太sharp的顏色唇膏 我就比較少用一點 而且戴著口罩 都不想引到整個口罩都是一個個唇人 那這支唇膏就正正解決了這個問題 它是潤唇膏的質地 你看到它其實也是沒什麼顏色的 但它塗了出來之後 就會淡淡的粉紅色 那除了那個顏色之外 它還是會有一點點滋養和保濕的效果 那塗完出來 你會看到唇膏的顏色 嘴唇膏的顏色是比較均勻 而且沒有那麼暗塵的 那我跟它整個人感覺都會精神一點 忘了解決了第幾個了 那這個口罩呢 就是超正Q的這個袋 很漂亮 這個袋就是我近期的自愛 因為我其實 我自己本身要求袋 所以就是希望可以買得到白痴 就是除了基本的錢包 電話和鎖匙之外 也是可以放得到白痴 那因為夏天我其實很快 就是如果去旅行去玩 那種時間其實我是很喜歡的 但是如果你說在香港 是等過馬路的 又焗又曬的天氣 其實很辛苦 那所以我真的很需要一把 去當一當太陽燈 不要曬曬 那這部相機 其實很多的小袋 都是沒什麼可能 去放到白痴 那就是這個袋 它像是小袋 但是它又可以放到很多東西 它真的是一個黑洞 而且它的材質 是一些很滑散的皮 你看到它其實很鬆軟 你看到嗎 怎麼弄到粗餘 你也不知道怎麼形容它 其實它摸起來很舒服 這個袋是有兩個背法的 你可以抽住它 然後也可以這樣斜背 其實你看到它這個 它有一個扣 它有幾個扣 你可以自己去調校那個長度 然後你不用這個 這個斜背袋 你可以拆出來 它的扣都挺高窄 不過它的袋 其實這邊平時都會有它們自己的牌子 我自己通常就是手環比較多 就是這樣拿著比較多 因為我不想加重膊頭的負擔 現在好像很老 經常都不想加重膊頭的負擔 不過其實斜背也好 很小玩也好 其實都是很容易carry 而且它真的可以放到很多東西 那現在呢 我們就來做一個容量測試 你看到其實放很多東西 都是沒問題 它真的很濕 真的 它裡面有一個小袋的位置 你看到裡面有一個小袋的位置 它就是可以放一些小一點的東西 鎖匙 耳機 都可以 其實拿的時候就方便拿到 這個袋除了是綠色之外 還有啤色和白色 那我呢 就買了這個給你 對 那當初呢 我就是買了綠色色 不知道做什麼 近這一兩年 突然之間很喜歡用一些綠色的東西 這個綠色呢 是飽和度比較低一點的綠色 其實都很適合夏天用的 那我用了綠色一段時間之後呢 其實覺得太好用了 那我就拿到啡色了 那啡色呢 冬天丁寧襯衣呢 其實也是超棒的 那它的價錢就是499元 那超級費用 那這個袋 我就感受到 我可以用到它三五七年 都不會難的 那我自己其實個人 挺喜歡炒成蠍的袋 它適合比很高 它很耐用 還有其實它的質地都不差 它操用其實是人流 那最後呢 要介紹的一件事呢 就是日常用品 那不知道你們洗臉的時候 會不會滴到整個手袖都濕透了 那這個手袖都濕透了 其實就是有點不舒服 而且很冷 那這個手袖 我不知道什麼形容 它是不是叫手袖固 啊 隨便就叫手袖固 那這個固就可以免卻到這個飯路 那你用的時候呢 你就可以直接固在手腕這個位置 那你洗臉的時候呢 那水準備漏下去 那這個固就可以幫你吸收所有的水 那是超方便 那如果這個白臉可以做一切的話 其實我就不用那麼怕冬天洗臉 因為我真的很怕 很怕那種濕滴滴 全身都濕透的那種感覺 而且它們都濕透了 又要再抹很麻煩 今天呢這條影片就到這裡了 那如果喜歡的話呢 就記得like、subscribe和share給朋友啦 拜拜 下條影片再見